第10026集 她觉得有点不对劲 遂问若曦 你家娘娘此刻在做什么 若曦答 再喝酒 跟小公主 还有临安郡主和九王妃一起喝的 跟那仨丫头一起喝的 她拍拍额头 怪不得 合着这是喝大量 好好的怎么就想起喝酒来了 喝的什么酒 若曦再答 是天赐公主半年多以前 给的一个酿酒的方子 宫里的酿酒是酿的 今晚起了风 娘娘说那酒是甜的 是果子酿的喝不醉 所以就喝的多了些 多了些是多少 大概 若曦算了算 大概一人一坛吧 多大坛子 这么大 她用手比划了下 差不多一个大汤碗大小 老皇帝服饿 这就是喝多了呀 这就是跟她这仨酒疯呢 除了和离 你家主子 还说什么了 若曦抽了手嘴角 还说 请您立刻到赵云宫里 立刻 马上 老皇帝站起来了 走吧 朕去看看 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 居然还要跟朕和离 地后哪有和离的 但凡决裂 那就只有废后一徒 她那个脾气 怎么可能甘愿被废呀 还不得放把火 把这皇宫给烧了呀 对了 真的只是光喝酒吗 光喝酒 怎么可能喝出和离 这个话题的 若曦想了想 分析说 其实还真的就是光喝酒 但奴婢觉得 皇后娘娘可能是受了些 小小的刺激 这才心里不痛快 话说得重了些 她告诉老皇帝 今日除了小公主 九王妃 还有临安郡主以外 在场的还有三个人 分别是 红望少爷 九殿下 以及七殿下 这红望少爷 肯定是陪着小公主的 九殿下肯定也是陪着 九王妃的 七殿下不知为何 对临安郡主十分关心 这样一来 皇后娘娘就显得 形单影支 毫不凄凉 几乎是喝着喝着 心里就不痛快了 老皇帝懂了 合着这是叫几双儿女 给刺激着了 看不得小辈们 在她面前秀恩爱 觉得自己孤单了 委屈了 所以就派人来折腾她了 可是你陈静书委屈 折腾朕干什么 心里这样想 嘴上就把这话 给说了出来 还说得特别不服气 凭什么让朕来 受这个窝囊气 这跟朕有什么关系啊 朕这是招谁惹谁了 这话一出口 立即换来 若曦惊讶的目光 惊讶之余 还有点愤怒 愤怒之余 还有点 觉得她可能是个傻子 老皇帝就不乐意了 你这样看着朕作甚 这哪句话说错了 皇上哪句都说错了 她是陈皇后的宫女 怎能没有点气势 怎能不为自己主子说话 即使面对的是皇帝 但是皇帝你也得讲理 否则你以为你是石殿下呀 于是若曦道 若真是跟皇上您没关系 那奴婢去帮娘娘找个男子作陪 皇上您同意吗 天和地当然不同意 非但不同意 脚步还加快了 宫人说要不用预念吧 老皇帝不同意 非得自己跑得忽视带喘的 费老大劲跑到了招人宫 才到了宫门口 正好看到他们家老九 扶着走路直打晃的白珍珍出来 见了他还点点头 说了句 父皇来了 快去看看母后吧 父皇保重 然后再也没说什么 嫁着媳妇走了 老皇帝擦了把汗 这怎么还让他保重呢 今儿这招人宫还能不能进了 脚步在招人宫门口是抬了放放了抬 若曦都急了 皇上您还进不进了 再不见皇后娘娘都睡着了 您看 九殿下和九王妃都走了 临安郡主估计也走了 小公主被洪王少爷哄着可能去休息了 现在就省您了 您看 您要是决定了不进 奴婢就叫人落宫门 进 朕进 进还不行吗 老皇帝气得直哆嗦 也不知道这宫里谁是老大 他陈静书这么厉害 他怎么不去吹帘听政呢 他干脆自己当皇上得了 啪 一个空酒坛子甩了出来 老皇帝腿脚还算利索 躲了 但火气也上来了 当时就扯开嗓子冲着里头大喊 陈静书你有毛病啊 派人把朕叫来 朕还没等进宫院呢 你就摔九坛子 你要是不想朕 朕马上就走 赶紧滚蛋 陈皇后的声音终于传了来 有点飘 还有点大舌头 明显是喝多了 天和地琢磨着她是男人 不能跟喝多了的女人计较 于是忍了又忍 再做了几个深呼吸 终于迈开脚步走进了招人宫 进来一瞧 她的皇后正一个人在店里坐着呢 面前桌上的菜肴都还没撤 可惜都已经凉了 心情不好就不要把那帮孩子都放走 好歹有人陪着 热热闹闹的多好啊 她挑了一个离陈皇后 稍微远的地方坐了下来 小心翼翼 察言观色 怕的就是这女人突然发疯 再扔个碗啊碟啊什么的 挺巧 坐的是七皇子的位置 陈皇后瞪了她一眼 冷横 哼 不放他们走 不放他们走 留他们在本宫面前 你浓我浓的 本宫活是不活了 一个一个都有人陪 就连老七都进来陪白家三丫头 合着就本宫一个没人要的 本宫把他们都给赶走了 你也给我滚蛋 不想看见你 老皇帝皱眉 刚来就让朕滚蛋 那不是白来了 行了行了 挺大岁数的人了 还跟小孩子置气 他们才多大呀 你像他们那个年纪的时候 不也一样吗 什么一样 一样什么 陈皇后气疯了 砰砰拍桌子 我像他们那么大的时候 在家里学礼仪 大门不让出 二门不让卖 再大一些 就直接嫁进宫里了 当了你的皇后 当时可真是风光啊 风后大典 万众朝拜 可是那有什么用 我一天一天的见不着我的夫君 我的夫君有宠妃 有爱嫔 每月十五才能轮着我一回 我成什么了 我都不如外的府里的一个通房丫鬟 人前还得陪着笑 还得跟你演夫妻恩爱 还得做出一副母仪天下的大气模样 事实上 我宰了你的心都有 君丽我告诉你 老娘忍了你几十年 现在不想忍了 咱们合理 老皇帝心里也有气 啊 合着这么多年恩爱样子 都是你装出来的 你还想宰了朕 你这是弑君你知不知道 是要被诸九族的 爱诸谁诸谁 你是皇帝 谁管得了你啊 陈皇后越说越起 恩爱不是装出来的 还能是怎么来的 你敢说你心里有我 我心里要是没你 能让你当皇后吗 陈景书 你讲不讲理呀 朕当年可是力排重义 让你当的皇后 当时想做皇后的人有多少 你自己心里没个数 她也越说越来起 陈景书啊 陈景书 这些年要不是朕纵着你 你以为你能发展到今日 拍着桌子跟朕叫板吗 朕年轻那会儿是有宠妃 可朕是皇帝 几千年来 皇帝就是这么过来的 再说 谁还没个年轻的时候呢 你再看看现在 朕除了到你这儿来 还去别的地方吗 你荒废后宫也不是因为我呀 君丽 你要点脸行吗 陈皇后真急眼了 为何荒废后宫 为何再也不沾那些女人 因为什么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那是因为我吗 她摆摆手 我不想通你说这些 毕竟还有岭儿和褚儿呢 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 你赶紧走吧 我真不想看见你 看见你就来气 老皇帝叹气 这女人喝多了真是麻烦 你叫朕来 朕这都来了 就别生气了 再麻烦也是自己的女人 还是女人堆里的老大 不哄哄说不过去 可是陈皇后不领这个情 她告诉老皇帝 来晚了 跟没来也没有什么区别 赶紧走 老皇帝有点上火 这来也不行 不来也不行 你这女人也太难伺候了 那你就伺候男人去啊 别跟本宫这碍眼 不是 咱俩谁是皇上啊 你 你是皇上 那你怎么敢对朕这样说话 一次两次朕忍了 你还没完没了了 我就这样 你爱听不听 爱受不受 陈皇后又是冷恒 君丽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是皇帝 你就能骑到我的头上 我陈静叔 偏不信你这个邪 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知道搁哪儿待着 用不着你了 你跑我眼不前晃悠来了 真是 天下女人嫁谁也不要嫁给皇帝 谁嫁谁憋屈 疯婆子 简直就是个疯婆子 老皇帝站了起来 也开始拍桌子 一声比一声响 女人这个样子 最是难看 朕最烦的就是 女人这个样子 那你就别看呀 咱们和离呀 反正你心里头 装着的人也不是我 我疯与不疯 好看与不好看 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 你什么意思 一次又一次 把和离挂在嘴边上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女人是要造反呢 什么我什么意思 我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女为悦己者容 你怨我吗 你根本就没看上我 那我凭什么 要好看给你看啊 那你这一天天的 好看给谁看呢 老皇帝哆哆嗦嗦地 指着陈皇后 那张年轻的脸 有本事你就把阿冉 给你的药停了 有本事 你一直像以前那么老啊 我以前嫌老吗 我比你小十几二十岁 你居然好意思嫌我老 我偏不停药 我给我自己看 我天天照镜子 自己看自己我就高兴 下回你在 我就戴面纱 咱们老死别见 鬼才愿意见你 老皇帝暴怒 陈皇后更暴 对 我给鬼看 我给鬼看也不给你看 老皇帝摩拳擦掌 真是烦了你了 真是一天不打 上方借网 朕怎么就娶了你 这么个凶厚 我算是明白 岭儿那个不讲理的劲 随谁了 何着都是随了你 陈景叔 朕今儿非教训 教训你不可 否则你这个女人 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老皇帝撸起袖子 绕过桌子 就往前走 陈皇后起身 步步后退 你 你要干什么 你别过来啊 我要跟你合理 你不能打我 皇上打皇后 会被天下人耻笑 打女人的男人 没出息 大家好 在下讲故事的鸣铃 也是书中的白赫冉 播书时间尚短 水平一般 能力有限 感谢各位听友的支持喜欢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交流 爱你们呢